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寄出的晶片禁令掀起了风暴 不过半导体设备大厂其对营运的影响看法是相当分歧的 这科里研发经常坦言 年营收会少掉21到25亿美元 不过ASMO却想投资人保证 美方出口管制造成的冲击是相当有限 半导体设备大厂科里研发最新公布的第三季财报优于市场预期 不过受到美国扩大对中国大陆晶片设备的出口管制冲击 科里研发也估计本届营收就会受到冲击 财务长也透露如果不是禁令影响 猜测会高很多 并坦言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大客户们 这个情况恐怕将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执行长更示警2023年营收将会锐减 不过另外一家半导体设备大厂爱斯摩尔对中国大陆晶片禁令看法却大不相同 爱斯摩尔表示会持续评估并遵守新的美国出口管制法规 初步评估新的限制并不会影响爱斯摩尔从荷兰出口的围影设备 2023年整体出货计划直接影响也很有限 尽管两家企业对美国晶片禁令对营运的影响看法分歧 但半导体设备股价却扮演美股的撑盘要角 周四柯林研发大涨近8% 爱斯摩尔也上涨3% 也让费城半导体指数连两日收红 成为美股四大指数中本周最抗跌的指标 东森财新闻综合报道 东森财新24小时故事直播